我上次发了歪脖子的视频之后 然后有很多的网友就在评论里面说 这个是病得了新诚意 然后它是从破壳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从蛋壳里面破出来 然后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在小鸡群里面的时候也没有传染给其他的小鸡 其他小鸡都是非常健康的 而且它除了脖子歪掉 感觉也没有其他的什么症状 能吃能喝能拉 然后我觉得它可能只是骨骼的问题 在蛋壳里面发育的不完全 缺少一些物质 或者说是出来的时候着壳太久 然后在蛋里面蜷缩的太久了 所以脖子歪掉了 我觉得它应该不是新诚意的 鸡鸡 鸡鸡 它现在也没有什么问题 这只公鸡好讨厌 它只是脖子这里歪了 然后支撑不起来 好可怜 一定要坚持下去 它这样子比较有安全感 你看我这样摸着它 它都闭着眼睛想睡觉了 有一种鸡妈妈的感觉 是不是 好安心啊 好了 回去吧 回去吧 好好吃饭 诶 真乖呀 拿一张报纸垫着 放很多的小鸡鸡鸡料 让它随便啄 都能啄到吃的 看它吃饭 能吃得下去的 很认真的在干饭 虽然并不是每一口都能吃到 打了一个滚 但是啄个七八下 还是能啄进去一粒小鸡鸡鸡料的 慢慢的吃 也没有小鸡跟它抢 给它单独安排了一个小单间 有保温灯 也不用担心它冷着 然后那边还放了水 它自己口渴的话 它还会自己去喝水的 就慢慢的啄 慢慢的啄 一整天除了干饭就是干饭 然后累了就休息一会儿 休息够了 然后又继续去干饭 鸡鸡累了 它现在就是累了 吃饭吃累了 然后它就这样子睡觉